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你又發了 剛剛我在美國回來 整個星期處理很多文件 和處理很多工作的東西 所以沒有時間拍視頻給大家看 今天一早八早 我來到富慧新莊 西外桃園 跟粉絲的客人說一下 因為他要立碑 立碑是很重要的 第二選擇的山地也很重要 有些粉絲就問 其實師傅有些山地不是那麼好 但有些山地是非常好的 這樣不太好 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呢 可以改變 之前在穴位 即是在穴位 到時候畫開一個洞 我們就放些八寶進去 放些八寶 到時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司有各法 各人各做法 那麼你最緊要的地方 如果是真的不好 我們要怎樣扭住乾坤 要給他好 這個就要看我們做法了 因為我們幫人 即是說看祖先的陰窄風水來講 是比陽窄風水更加困難 更加要小心的 所以這件事大家都要小心 立碑那時候也是要小心 那個斜度是很注重的 所以就算你用羅庚來計算也好 他的地形 他的形勢 他的瓷場 他的格局 他都會軟變的 今天你量度的度數是60度 你明天你量度 他可能會走位 可能走五度 或者三度 或者走八度 他都會變化無常的 這樣如果是說 我們做風水來講 你滑開個洞 你放了白寶下去 就是定了 第二 立碑那時候 也是定了 第三 那個山的形態 就很注重 子孫亨就最重要 最重要是子孫 容易找到吃 如果子孫找不到吃 就是不行的 所以我先讓你知道 所以說呢 還有呢 這一份呢 就是 有很多這個 這個畫像呢 就是呢 你先做 因為他有白畫 那什麼白畫 適合這個 先人 或者子孫來講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呢 去簽 什麼 大把 那麼多 所以說呢 我們說千方不計 要做到最好的那隻 所以說呢 字眼也很重要的 字眼也有些呢 即是說 對聯 就要看怎樣了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了 下來呢 我就會去這個 宜保和檳城 民視看風水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為止了 後會有期了 拜拜 Hello 剛剛呢 就在富貴山莊這裡 就是看風水 那麼呢 講到立碑來講呢 就是很重要的 這樣立碑裡面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過程呢 就要做生機的風水 這個是很特別的 因為如果做生機的風水 祝福機 財機 仇機 坦白說 會比後人 會更加容易搵食 因為現在搵食很艱難 外面大家都知道 所以說 如果是說呢 不如幫人立碑的時候 你最重要呢 你在先人的月位呢 你一定可以做福機 售機 財機 還有生機 最少四樣東西在裡面 包括在裡面 因為做下去就永久了 你沒有人做到 做下去兩三年 你又說出來 對不對 這些東西是永久的 好不需要執金 可以上一百年都沒問題 但是有些人來說 通常呢 歷代祖先來說呢 你是遇到二三年 你就應該就要挖金 即是說起金 那起金來說呢 是因為年輕人找不到食 而將他起金 即是我們叫做執金 你明白沒有嗎 即是說 如果有這樣的情願來說呢 就要執金 找不到食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不想執 因為一路來 祖先呢 他安奉到 即是說拜祭到 即是說呢 是很好 我們就不要動 大家要記得了 好了 我不說了 我現在又要看風水了 希望大家明白了 所以記得 做一個風水 不是那麼簡單的 因為呢 這些風水 就要看天是地理人禍 這種東西是很注重的 所以說 就算怎樣日曬雨打也好 我們都要拿一個中平線 就是叫做上上之線 就最重要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了 要記得了 祖先的身份 真是要好小心去做事 就算 有年輕的 即是有些 即是說 即是說 不幸運 那多新的 那些年輕的 即是白頭人送黑頭人 這樣呢 這件事呢 做的風水又不一樣了 所以說 不可以混合 跟祖先 混合一體來說 所以想讓大家知道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我開車了 我們做風水了 拜拜